今天给您道歉啊 您这一针人丁兴旺 德云神坛端坐如山 普希之年一级风发 是石先生影 2021年相声春网上 郭老师发自肺腑地说 给您道歉 您这一针人丁兴旺 一句话说得石先生开怀大笑 这是师门最好的时代 郭德纲一生三位师傅 相声师从侯耀文 评书师从金文生 金剧师从赵林彤 每一位都是行业内顶尖的人才 遗憾的是 他年近半百的岁数 身后徒子徒僧无数 开枝散叶 师傅们却都驾河西渠 岁数一大 眼窝就浅 石老先生用力拍着他的肩膀夸他 那时候的郭老师 眼中琴满了热泪 没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2007至2008年两年的时间内 侯耀文 范振玉相继去世 郭于高三人的师傅只剩他 留下来的石老先生 前是侯耀文的老搭档 后是于谦孙岳侯振的师傅 大林冯兆阳的师爷 神坛上的这位老先生 让人感慨万千 侯先生在世 也就这待遇了 团从录制期间 石先生是相声界老先生中 唯一参与录制的 他出现的那瞬间 郭于侯三人即刻起身 于谦张嘴喊道 呦 师傅 风箱主持 因为玩手机忘了暴墓的侯振 第一时间收起了手机 迎接师傅的到来 随后 郭于迫不及待的站位 酒粮弯腰跟爷爷说话 后面两个小辈站的背直 此时此刻 画面中 于谦 孙岳 侯振 陪伴师傅左右 郭德纲端坐正中 后面站着的是他的徒子徒孙 后续参与录制的石先生 收到了月月捏脚服务 那给您找一屋 师傅 师傅 您坐 这什么呀 我给您消毒 酒精 他还很专业 他们是经过培训的 对 郭于侯三人 或坐或站在一旁 躺下的孙岳 还是石先生招呼躺下的 这也是命运的吊诡之处 当你失去过 便知道什么才是最宝贵的 相声春晚固定节目之一 是石门说的群口相声 石先生 于谦 孙岳 侯振等 齐聚一堂 石门一出必是精品 先生带着徒子徒孙 献傻旁人 正如郭老师所说 石门这一只 人丁兴旺 倘若侯先生还在 就轮到余大爷一句 向您道喜 您这一只 人丁兴旺呢 届时侯先生也开怀大笑 带着徒子徒孙 眼上一场 下期见